七哥可能是第一个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说是共产党要把新加坡拿下的第一个人 那么最核心的是什么 战友们要想到的事情 共产党的疯狂 绝对不是全世界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这就像在三四年前 我们说对美国有3F计划 蓝金黄计划 美国人不相信一样 现在到他们家门口了 没人都害怕了 就像我昨天说了新加坡以后 很多美国朋友 他说Miles 到底是新加坡这件事情 我们早有所耳闻 但是不相信 他是李显龙的好朋友 多年的好朋友 他说李显龙没有半点这种感觉 他有危机感是来自他内部的 但是说把共产党要拿下新加坡 他说他没有这种危机感 我说李显龙不是李光耀 李光耀是在活着的时候 是一再提醒家人的 包括这个国家 但李显龙跟他爹的级别 实在差距太大了 所以说我说这个问题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新加坡几乎所有的码头 也就是集装箱业务 基本上是和上海 还有在深圳 还有就在珠海蛇口等地 香港这是一个绝对竞争 过去新加坡几乎是垄断 后来由于在上海搞了几个大的码头 叫什么山呢附近呢 是吧在上海附近 然后呢再又大力的发展香港 然后又发展这个整个珠海 扶持李嘉诚 李嘉诚的所有的码头集装业务 就是江甲的 就是上海帮的 如果说新加坡没有了自己马六甲海峡 和在亚洲新加坡湾 建党湾 整个这集装箱码头的这个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业务 新加坡几乎是废一个 废港一个 废坡了就不叫新加坡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应该都明白一个道理 新加坡是没办法的 它是依靠共产党的 依靠所谓共产绑架大陆人的 那么对新加坡下手已经不是在今天 最早在2006年 也就是习到北京后 已经开始讨论了 然后呢 从这个习王政府一直到现在 从来没有停过 对新加坡过去的是 勾想竞争到影响 最后变成一个实质上的计划 13579大家都没解读 13579就包括拿下东南亚 拿下新加坡 所以说 13579计划就是要拿下新加坡 就是要把后里的时代 新加坡变成一个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 美国人有感觉 他没有彻底相信 但是现在已经在行动中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